字幕志愿者 瞧瞧瞧瞧瞧 未成年狗妈 一只生了六只小狗仔 这些都是小花的狗仔 也是大黄的狗仔 自从小花生到这窝狗仔之后 好多网友都质疑 这不是大黄的狗仔 都说大黄被绿了 说它们身上的颜色 毛发跟大黄 都不是一个档次 其实这些狗仔都是大黄的狗仔 它们身上的颜色 都在慢慢的变黄 瞧瞧 这只就是黄色的 这只长相 特别像小花 特别像小花 但是毛发是大黄的颜色 黄色的中黄色 像这一只也特别像小花 特别是它头上的自己戳毛 它的颜色也在慢慢变黄 现在就头上这一点点是黄色的 身上的毛发还在变 瞧瞧 开了吧 是大黄的狗仔 大黄没有被绿 再看看这一只 这一只超肥 我最喜欢抱这一只 因为这一只吃的好壮 这一只还是一个 公的 好大的脾气 它的毛发已经完全变了 都是黄色的 长得也特别像小花 我把那取名叫小小花来的 开吧 像这一只 颜色还没有变 就脱上一戳毛 慢慢的变成黄色了 它身上还是黑色的 这一只也特别的肥 我特别喜欢这一只 这一只特别像大花 看看 看得清楚吧 太黑了 太黑了 那个五官都抓不准 好肥 我一只手都抓不下 这一只也特别像小花 特别是它头上的这戳毛 给大伙看一下 这一只好肥 这是一只公的 开吧 今天是趁小花 吃东西的时候 偷偷把它们给偷出来的 拍个大伙看一下 让你们不要再质疑大黄了 这都是大黄的小狗仔 踩踩 这是像小花 太可爱了 像这一只黑色的 应该叫老六 它是最瘦小的一只 估计每次吃奶 都抢不到地方 所以你看看 个头好小 感觉好像有点 有点缺营养似的 营养不良 好瘦啊 这一只 明显别的几只小多了 这也是一只公的 全身都是黑的 这六只小来狗 要是按顺序拍的话 这个最像大黄 它应该拍老大 也是最肥的 然后这一只应该拍老二 这个也是个公的 这一只应该算老三了 是个母的 好肥 这个 这一只就是老四 稍微小一点 这一只头上一戳毛的 应该叫老五了 比刚刚那只的个头 也稍微小一点 这只黑色的 只能叫老六 最瘦最小 他们两个在一起 瞧瞧啊 完全 这个是他的两倍 对吧 好瘦 这六个小家伙 都是大黄的仔 你们也不要 再质疑什么了 就是大黄的仔 其他的狗子 是没有机会的 知道吗 他们的毛发 慢慢的都在变黄 出来 这只最瘦小的 等他再大一点的话 他的毛发 应该也会变黄了 大黄没有位率 不要再质疑什么了 好吧 这一只是老二 最调皮的一个 最后再跟大家 打个招呼 等他们都睁开眼睛了之后 我下次再拍个大伙 看一下 好吧 二匹吧 好大的脾气 有没有 好肥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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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